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圆桌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 国家能源局、国际能源组织、国内外油气企业代表 就共同打造油气合作利益共同体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石油在会上宣布将收购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2项目10%的权益 北极液化天然气2项目位于俄罗斯的亚马尔涅涅茨地区 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产区 天然气产量约占世界天然气产量的15% 我们积极推进与俄油在中俄原油贸易和上油领域的合作 与罗马泰的公司在北极、燕马尔天然气及MNG一体化项目上的合作 我们全面加速建设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 计划于年内实现投产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 中国油气企业通过投资、贸易、工程服务和产能合作等多种方式 在全球52个国家推动上百个项目落地